缺電缺水 缺疫苗缺陣 那一定要你這個總統幹什麼 總統只是 改革獨稿基 網路盛傳 大家都在傳 只要在上這篇寶子念就好 努力 所有的改革成為笑話 成為空話 猜人只是個改革獨稿基 網路盛傳 大家都在傳 只要按上這篇寶子念就好了 總統只是改革獨稿基 任何重大的錯誤 重大的規矩 重大的人禍 出來念個稿子 說人人也說不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那我們要你這個總統幹什麼 缺電缺水 缺疫苗缺政府 所以職勝三稿 就是獨稿基 文青市的理言念一念 派出一四五名出征 把所有不同意見的人 通通把他洗板 帶風向 修理他 看你敢不敢 插水錶 最後所有的官員遇到事情 就是來個大喘鍋 所有的責任都是人民的錯 都不是官員的錯 都是台灣人的錯 台灣人怎麼會選出這麼無能 無恥 沒有責任的蔡正 這就是為今天的五六名下了最好的注腳 因為我的選錯人 所以我們今天落到如此慘化 希望蔡英文 趕快翻攏毀物 最後一任了 你沒有選舉連任的壓力了 不要每天只想選票 想像你對人民的承諾 為什麼上任這一年來 蔡英文要讓大家的日子這麼難好 這麼難過呢 首先無預警的開放萊豬 全民恐慌不之所以 所有相關的配套負之確如 今年一月開始 我們就活在隨時會碰到萊豬的陰影底下 我們連餐桌上的食物都沒有選擇權 蔡英文政府硬要全民吞萊豬 這個多年來民進黨最反對的萊豬 如今法夾們大跳跳 換到什麼 換到什麼 什麼都沒有換到 這是蔡總統告訴我們的 沒有台美的自由貿易協定 沒有台美的自由貿易談判 也沒有辦法參加日本主導的CPTPP 什麼都沒有換到 連一個最非為的 現在疫情肆虐 我們希望能夠買到疫苗 也是拖拖拉拉慢慢長路遙遙無期 第二 自從川普上台之後 蔡英文就緊拉著川普的褲腳 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年 更是荒腔走板一面倒的壓倒川普 結果也沒有想到 明顯的得罪惹倒了 上台的民主黨拜登政府 在這個過程當中 致國家安全於不顧 台灣的利益受到明顯的損害 錯誤的政治判斷 失衡的國際外交戰略 影響台灣的國家發展 第三 台灣民主立國 民主自由是台灣在亞洲 傲眼閃亮的主要原因 但是蔡英文政府做了所有的總統 不敢做不願做不想做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關掉新聞台 打壓新聞自由 只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 只因為選舉的前後算帳 直接硬生生粗魯粗暴的關掉新聞台 直接指示NCC把新聞台給誰 完全是新聞自由餘無物 讓台灣的所有國際形象周到破壞 新聞自由受到打壓 接下來更讓我們心碎痛苦憤怒的是 台鐵 台鐵也出世了 在他上任前的普庸馬 這麼多條人命 沒有換來蔡政府的痛定思痛 也沒有換來蔡政府 答應我們承諾我們的台鐵改革 我們換來的是更大的 更悲傷的 更不能原諒的太魯閣事故 49個家庭 49條亡魂 台鐵的改革成了笑話 蘇貞昌不用負責 蔡英文不用負責 台鐵繼續再出事 繼續再出狀況 另外 台灣曾幾何時 我們現在進行事正在缺水缺點 長期的忽略 蘇貞昌行政院長什麼會都不開 十安的會議也不開 十安的會議也不開 防治土體的會議也不開 治安的會議也不開 台灣缺水缺電了 他也都不開 台鐵改革的會議 他也不開 憑什麼領我們納稅人的錢 台灣現在中部已經開始 公務缺二 馬上下一個經濟部已經宣布 就要輪到新竹 然後就是桃園 台灣人活在沒有水的日子裡頭 日子多而難過 蔡政府你知道嗎 你每天在童桃圖在公體裡頭 養尊處約 你會有感覺嗎 為什麼有人邀請的所有配套措施 通通不做 只有一個老美媽說要挖緊 挖緊有用嗎 如果有用沒辦法 為什麼接下來新竹桃園都在創列蛋等著添水呢 什麼都沒有做 只等老天原下雨還要你們這個政府做什麼 没有选就算了 还没有电 不就是最政府 你们每一天跟我们保证 不会缺电吗 结果四年之内 两次大跳电 又是一样 上次说要改革 上次说要改善 说保证不会再跳电 不会再缺电 现在一个礼拜跳两次 现在一个礼拜缺电两次 续电两次 变本加厉 又没水又没电 你叫老百姓日子怎么过 马上新竹很可能就要 停水了 我们到护博神山怎么办 竹科没水又没电 护博神山可能都会地动山摇 台湾动摇国本 谁要负责 谁要扛 你负得有责吗 这么重大的损失 你赔得起吗 为什么还不赶快检讨你错误的能源政策 为什么要用民进党的神主牌 害全台会陷入缺电的危机 能源政策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根本 如果你根本都动摇了 台湾还有未来吗 台湾的国家竞争力何在 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哪里 蔡政府 你要翻然恶物 立即检讨 不要这么焦化 不要这样子的一直刚毕自用 死不悔改 死抱着神主牌不放 实在不一样了 环境不同了 不要再叫我们用爱发电 用废发电 接下来更可恶的 是台湾的治安一落千丈 纷纷各警察局都回现了 这是黑帮治国 沁寂乱飞 北高两世都人为高台世 黑道就在总统府 蔡英文的崛起 是不是就是一路黑道路航 道人头港渊 鹰派的大佬 各个都有这些黑帝吗 这就是蔡英文 你保证的 你承诺的台湾美好的未来吗 总统府没有黑道作证 蔡英文你没有办法治国吗 今年雪上虾霜 国际认证台湾已经是少此话 全国全球倒数第一 最严重的国家 你答应的年轻人要成家立业 美好未来在哪里 年轻人不敢升不敢成家 为什么 年轻人一面倒的给你选票 支持你连任 结果呢 社会住宅全部跳跳 所有的年轻人继续低心高风时 不敢升不能升 风力政策在哪里 台湾未来 少此话 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国家竞争力 还有所有的学校 私校如何退场 这么多人来让老师 蔡总统怎么办啊 房价继续高涨 政府束手无色 要你寄出屯房税 一推二组 行政院就是不肯推 为什么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你也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吗 你也站在买不起房子的广大年轻人这一边吗 你没有 你站在所有年轻人的对立面 最后 在现在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形居然发生了 每天真真自喜 洋洋得意 全世界防疫第一名 现在全部破功 结果 其他世界会 我都已经打疫苗 美国都要解封了 台湾还在那里苦苦 苦啊啊的等不到疫苗 为什么等不到疫苗 因为有弊案吗 因为有政治力的介入吗 因为曾经有文姓委员想要干预吗 因为想要互皇特定的本土疫苗 大潮鼓标吗 大发平安财良心何在 疫苗在哪里 但今天 中央地方 防疫资源资讯没有办法下档 中央地方没有办法紧密的结合 共同防疫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呼吁 在此刻应该要把防疫层级升纲 将指挥官换成总统的 总统层级的副总统赖清德 那么今天是 蔡英文第二任总统上任 520周年 那么今天 国民党党团在这边正式交开记者会 因为防疫的关系再次跟大家致歉 所以呢我们就不开放 让所有的媒体朋友进来 但是呢我们会有讯号 会分享所有的讯号 那刚刚也有已经媒体事先把想要问的问题 用书面的提进来了 所以呢这一些我们都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 一起来克服 确实的来落实防疫的规定 那么首先呢在记者会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党党团在这边要发出非常严正的抗议 当上个礼拜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将疫情双北的二级升高到三级的时候 立法院立即召开着朝野协商 当时当然因为只有升到三级 所以双北是正常上班的 因此我们按照陈时中指挥官所宣布的所有防疫的规定 我们要求立法院应该要立即落实相关的防疫准备 以及防疫规范 包括降低人流 增加隔板 这都是陈时中指挥官说的要求的 还有在立法院里头特殊的生态 因为有大批媒体的采访 会很明显的违反防疫规定 当时我们也要求立法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规范 当所有的防疫规范都能确实落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继续立法院的开会 所以在礼拜一 立法院停会一天 就是为了要加装这些防疫的准备 礼拜二是认为立法院空荡荡也没有委员 那我们国会党党团本身也率先 以身作则 我们在记者会也做好了 所有相关的防疫的这些所有的一些手段 但是没有想到非常遗憾的 昨天礼拜三委员会正式召开之后 我们就发现第一个 很多人员的降低没有落实 第二 更严重的是 所有媒体的采访 没有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规范 大量的群聚在立法院的院区 可是在此时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情形发生了 那就是绿媒居然恶意栽赃指控 说是国民党党团所召开 周委所召开的经济委员会 带头违反防疫规定 整个立法院的防疫规定 是由院方定的 不是由个别委员会去定的 那是不是一国多次全部乱套了吗 昨天开正常会议的委员会 包括经济委员会 司法法治委员会 国防外交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的状况 各个委员会的状况都一样 为什么专挑国民党 担任周委的经济委员会开刀 难道是为了帮蔡英文 王美花最近停电踏跳电 想要来转移交调吗 但更重要的是立法院的防疫作为 所以国民党团立即发出声明 如果立法院的院区 无法落实防疫规范 那就应该立即停会 以防立法院变成重大防疫破口 因为立法院有非常多的助理委员 各部会相关人员的进出 还有立法院的工作人员 男士四面八方 如果立法院没有办法落实防疫规定 就应该立即停会 结果没有想到果然 昨天上午就有劳动部的国会联络人确诊 所谓国会联络人就是负责 劳动部跟国会之间的联系 所以他的足迹就是扭到立法院 而且上个礼拜也的确扭到立法院来开会 为什么立法院没有立刻停会 全面消毒 下午再度传出 审计部的两名司机确诊 所以今天司法法治委员会就赶快 紧急宣布停会 因为原本的议程 今天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就是要邀请审计部的相关人员 来我们立法院 当今天立法院正常的会议都难以维系 按照陈时中所宣布的防疫规定 无法落实 立法院不应该有特权 立法院断不可以沦为此次防疫的破口 其实立法院是否停会 也无需待朝野协商 院方就可以直接宣布 就好像这两天 很多委员会的招委 不分民进党国民党 都已经纷纷停会 就是考量到落实防疫规定 非常困难 不如停会 所以今天院方 不可以再违避责任 难道真的要落实 立法院的院长 其实是柯建民吗 地下院长难道是柯总招吗 而这一切的坚持 立法院不顾皇宇的规定跟风险 就是因为柯总招认为他还有重要的政治任务没有完成吗 必须现实 在这一两个礼拜 防疫升为三级 昨天才宣布全国防疫升为三级的此刻 你念之在之的 是你个人的政治任务 而不是全国防疫 大家必须一条心 不可以有任何的落洞 如果立法院未来成为防疫的破口 所有的责任要由柯总招在面上全全全负弃 所以在这边我们非常严重的要求 立即正式所有相关防疫的规定 我们也要求今天要在最快的时间召开朝野协商 针对此事 我们也希望柯总招不要再坚持 不要再抗拒 不要再认为你自己比病毒厉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的要进行今天是520的中年 首先在这边向全国的同胞说一声 大家辛苦了 这一年的日子大家过得并不好 但接下来更延续的考验 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感谢观看